当然只知道李建一演个太监 他却直接演成了太监天花板 很多人都在调侃 曹公公一退 国产武家剧直接后退了几十年 虽然这句话有夸张的成分 但也恰好说明了 李建一演的曹公公有多好 剧中的曹正纯 服装上华丽又阴柔 表情看起来慈悲上目 他有心机满满 尤其是他笑的时候 光是看着就觉得十分的阴险 李建一之所以能将太监演得入目三分 一方面是自己努力的成果 另一方面就是 他在五岁的时候 遇到过一位真太监 李建一的爷爷热爱古玩收藏 当然从公里遣散的太监手里 强常就有些稀罕玩意儿 年幼的李建一有天放学回家 恰好就遇到一位太监 从自己家里走出来 男人身着长衫 头戴蓝色毛绒帽子 夺着八字布 翘着蓝花纸 李建一开口就喊 奶奶好 家人提醒他要叫公公好 后来他也知道这人不同寻常的身份 那个人临走的时候 意味深长的看了他一眼 随后便夺着八字布 缓缓离开了 这位公公离开时的眼神和背影 像烙印一般 深深地刻在了李建一的脑海中 出于好奇 他开始模仿那位公公 尤其是蓝花纸 模仿的微妙微笑 而李建一入圈后 演演了不少太监的角色 但是一直没能大火 后来终于等到了天下第一 在外演曹正纯的时候 李建一将太监的形态举止 诠释得非常到位 同时也将心狠手辣 展现得淋漓尽致 不仅仅是形态 就连太监的声音 也模仿的有模有样 剧中曹正纯的声音 用的就是李建一的原声 剧组的合作演员 看了都傻眼了 纷纷称他为天下第一太监 为什么说天下第一 是武侠剧最后的辉煌 这一切 或许都离不开鬼才王晶 2000年左右 香港电影行业 开始走下坡路 而内地影视才刚刚起步 身为商人的王晶 敏锐在察觉到了商机 于是开始进军内地 并亲自操刀 写出了天下第一 和小鱼二语花无缺两个剧本 当时都是为张卫健量身打造的 乃和当年的张卫健太过火热 档期排得非常满 所以只能二选一 最终张卫健选择了小鱼二语花无缺 王晶之后放弃让他出演 那一号城市飞 但还是请求张卫健 可以客串出场不多的 古三通一角 并且为了送他的热度 王晶对外宣传 张卫健是主演 连海报也占据C位 当时天下第一还没开拍 热度和话题就已经直显飙升 直到播出后 观众才发现不对劲 当年不知道骗了多少人 坐在电视机前 傻等张卫健的出场 不得不说 王晶对观众的喜好 拿捏得死死的 然而仔细看就会发现 这部剧其实就是 金庸作品的大杂烩 龟海一刀的绅士 跟杨过出奇的相似 甚至最后都成了独逼高手 城市飞从一个小混混 一路开挂逆袭 迎娶郡主 像集了鹿顶记中的韦小宝 只不过没有他老婆多罢了 段天涯摆明了就是令狐冲 再加上有李亚庞出演 怎会让人不联想到一起 还有跟岳不群一样 处心积虑 最后还试图反目的神猴 而四大密探的设定 更是结结了四大名补 虽然是一部大杂烩 但却将武侠 爱情 权谋这些元素 融合了天衣无缝 而且王晶在剧情推进 人物设定上 也有着自己的出彩之处 剧中的几段感情 或是刻骨铭心 虐恋情深 或是欢喜冤家 求而不得 都让无数观众印象深刻 再加上陈小冬的无数制导 一朝一世气势磅礴 视剧效果直接拉满 甚至连演员阵容 都是至今无法超越的存在 导演直上 燕璇演个假小子 他却演成了观众的一男评 实际上官海棠这个角色 王晶原本邀请的是 萱萱来出演 当年播出的《切女幽魂》 非常火 萱萱饰演的燕红夜 大受欢迎 王晶对他的评价很高 如果香港女演员中 张曼玉是9级 萱萱是6级 那么剩下的女演员 都只是3级水平 可见对他的认可 可由于身体原因 萱萱婉拒了邀约 向他推荐了公司好姐妹 由小萱萱之称的叶璇出演 于是才有了现在的《上官海棠》 坦白说 叶璇的气质非常适合这个角色 完全演出了《上官海棠》那种 与上官金颠倒众生的状态 男装英气十足 女装美艳动人 假如人设又完美 这部剧为他吸引了无数的粉丝 《上官海棠》可以说是 叶璇演艺生涯 最具代表性的角色 没有之一 可最后剧组却因为 叶璇荡气不够 临时改剧本 安排他领和饭 这也成了广大剧迷 至今难以释怀的痛 这么完美的人设 却是如此悲惨的结局 令人不解的是 这部35集的剧 都已经拍到了33集 就剩两集就大结局 却安排叶璇下线 难道提前拍摄叶璇戏份 几出两集的时间都没有 其实不难开除 《王精》拍摄的武侠剧 都喜欢悲剧结局 《八大豪侠》只剩素问艺人 《小鱼儿》与《华无缺》只剩剧名 《小鱼儿》还不是正常的《小鱼儿》 这次好不容易想通 想安排一次圆满结局 却碰上夜悬荡气不够的问题 只能说 《王精》的武侠剧 就没有大团圆结局的命 好在这次比较人性化 最后强行补负遗憾 以《天地玄黄》四大密探守卫 也算是不完美中的完美 你最喜欢剧中的哪个角色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